新北市淡水区新民隧道口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车祸 社区接驳巴士闪避不及撞飞了一名女骑士 这事发在10月31号 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接驳巴士从隧道口驶出之后 女骑士却突然从左侧停了出来 社区巴士闪避不及两车当场相撞 女骑士人车倒地 机车还因此遭到巴士拖行起火燃烧 炸出了猛烈火光 画面是相当的惊悚 而女骑士头部正创 目前人在昏迷的状态 在医院治疗当中